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乔莉 最近New近視的快閃電開來台北了 今天的影片就要帶你們一起來看 New近視的快閃電 裡面究竟有什麼東西 好不好逛 好不好拍 好不好好玩 有在關注K-POP的各位朋友 應該沒有人不認識New近視吧 就算不知道New近視一定聽過他們的歌吧 OMG HIGHBOY Attention SUPERSHOT 一定都聽過吧 簡單介紹一下 New近視是Hyper旗下子公司 兒童兒2022年推出的女團 他們或者很多歌很好聽 今年也得了很多大賞 然後我本人呢 不敢說這粉絲啦 但就是 算路人粉 in fun的程度吧 只不過 歌單裡會放他們的歌 會 看他們的MV 會 關注他們的一些新舞台 或是參加什麼活動 然後當然他們每個成員都認識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還有在關注他們的周邊 他們周邊真的是超級可愛 怎麼可以做這麼可愛真的是 其實我是一個不太美周邊的人 但 UGIS真的很可愛 各家經紀公司請消防一下 然後我們錢包就要補保了 這次的快閃店開在信義區 在微風南山的二樓 快閃時間是從12月22號到1月21號 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接著看吧 走区 大路是新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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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紫紫海鮮 要來來 考慮一下 嗯喔 好 走 走 他沒有電子版 好 好了 又回到同樣的畫面 沒錯 其實我已經逛完回家了 這一次呢 真的是有點失望 我是不是運氣很差啊 去Kbomstack的時候也是 真的很多東西都賣完 但不過有部分商品是會補貨的 會補貨的是比較新的兔兔商品 我問服務人員是什麼時候會補貨 他說12月底 但我回家會仔細想想 欸不是 金已經25好了 全月底是什麼時候 31號 感覺要買到也是需要碰碰運氣 隊伍看起來蠻長的 但我實際上拍起來 沒有拍很久 他都會流量管制的 所以不會逛起來很擁擠 我覺得這點還不錯 至少我可以自在地走動自在地逛 不會說一直擠來擠去撞下去 然後拿不到東西看不到東西 不過我沒有拍過外面那個拍照區 因為他說 就是開幕才三天 他要去的展示已經被人弄壞了 所以有工作人員站在旁邊的時候 你才能進去裡面拍照 不過展區是布置的蠻可愛的 外牆都是他們本人的照片 裡面有做一點小小裝飾 外面有兩台拍貼機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平的 所以今天只有開放一台 那拍貼機超級 超級 幹 他一格只有10秒 按下去他不會倒數 馬上開始10秒 然後再加上 他那個畫面是左右顛倒的 如果我站在左邊 畫面會顯示我站在右邊 所以我那個移動很困難 然後又只有10秒 所以那真的很趕很緊張 大家要想好動作再進去拍 整體來說就是有點 小小失望 畢竟我也不住台北 沒辦法隨時過去看不過了沒 祝福住在台北的各位 可以買到喜歡的商品 好那今天就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